金武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曾经给孙楠 韩红 王菲等人制作唱片 随着名气见长 他也慢慢地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但上了节目后 他就经常说一些乖张的话 特别是在全能星战上的语录 让他彻底出圈了 当时还处于低骨气的张绍涵 鼓起勇气参加了节目 一曲完毕 台下的观众都响起热恋掌声 但金武林认为 张绍涵只是一个音乐花瓶 只有容貌毫无畅功 大家说都特别喜欢张绍涵 喜欢吗 是吧 特别喜欢 为什么喜欢 喜欢他唱歌吗 喜欢他漂亮对吗 可咱这是唱歌比赛啊同志们 在我的角度看 张绍涵今天的这首歌 到目前为止 之前的所有的歌比较 最不像戏曲的一首歌 张绍涵听到这样的评价后 强人泪水 从专业的角度问 哪里唱得不好 不是我不能接受 但我觉得我今天来这里 金老师说得对了 我的评审是大众 那我今天我觉得 你说我不够戏曲 我唱得哪里不够戏曲了 我今天特别请到戏曲的老师 来教教导我怎么样的唱戏曲 但是金武林不仅不正面 回答张绍涵的问题 就连正眼都不给张绍涵一个 他戴着墨镜环抱双臂 这驾驶是点评还是审判呀 不仅如此 他还不断地向大众评审 暗示不要给张绍涵投票 除此之外 他竟然还给桃哲和吴克群 打了零分 当这个分数出现后 现场的选手纷纷表示不满 吴克群认为不公平 直接告诉金武林 音乐没有零分 我觉得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不应该 金老师 其实我想要说 我觉得你有你的判断的方法 你有你的想法 但常常你说的 这是一个比赛 比赛就应该要 照正常的路去走 音乐不会有零分这件事情的 金武林却霸道地呛了一句 来当评委 就是为了帮助好兄弟孙楠 争取冠军的 我第一件事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 我第一个任务是 首先保证孙楠在音乐上不出问题 这是我的责任 他请我来 我要完成这个责任 第二 我要争取 去帮他争取更多的利益 这是我的责任 此话一出 不仅让在场所有的参赛选手感到极度不适 就连孙楠也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不断地打圆场 我想说说我的伙伴金武林 其实他只对音乐感兴趣 他平时很多的人情世故 他都不了解 所以今天他可能在某些方面 在表达方面 会让他觉得受不了 或者他说得特别直接或怎么样 那么其实我想替武林说一下 他要是无心 他只是对音乐表达自己的意见 他对每个人都很好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如果他哪句话刺上了各位 我替他跟大家说对不起 尽管孙楠在极力挽回场面 但是现场的观众已经完全失控了 纷纷一脸疑惑地看向金武林 甚至有人向他喊话本人道歉 本人道歉 金武林这样操控比分的行为 让他出名了 只是自此以后 再也没有人邀请他参加综艺节目了 现在一些节目为了收视率 不惜花高价请网红 而这些网红对那些论资历 论实力论作品 都比他们高的选手支支点点 甚至眼神中充满了讥讽与不屑 凤凰传奇的海底 在网上播放破三亿 曾毅也通过这首歌 让大家看到了他的音乐实力 你们的歌会有一点金木水火那个土 标签叫农业重金属 这个标签我很喜欢 不仅说人家的歌图 还对凤凰传奇歌曲的传唱度表达了不幸 你们两位的歌不太会出现在我的歌当里 但是我一走出门 到处都是你们两位的歌 我并不是主动的去听两位老师的作品 网红还质疑凤凰传奇的歌廉价 不过很快现场就有人坐不住了 伯利多肖很多人一听到这四个字第一反应就很刺耳 可能很廉价的感觉 但是你错了 伯利多肖才是真正一首好歌的核心竞争力 因为很多歌手他也想伯利多肖 他呀消不起来 一首网红歌曲《巍巍》被龚琳娜老师演绎的曲折婉转 力量感十足 但可能是听惯了网红版的巍巍 龚琳娜居然被质疑跑掉了 不得不说 无知者无畏 有些人啊啥都敢说 龚琳娜作为一个歌唱家 当被网红质疑跑掉时 她却很大气的现场开课 来了一场音乐教学 这首歌中间有声调 就是有转调 所以我中间那个 就是它一层一层半个音半个音地往上涨 就是脑后音的这个唱法 如果你想学这样的高音 你首先要学乌鸦叫 这个就不够乖 在脑后 张亮颖的演唱也被网红质疑 与社会脱节 有位网红说 在当今社会 以演唱会和音乐会为考核标准 曾经的OST女王已经脱离我们的时代 听到有人这么说自己 张亮颖没等他说完就立马打断 一定要来看音乐节现场的我 以及看演唱会现场的我 不要 今天这一首歌 我跟你说 我脱节我脱得起 张亮颖这句霸气回怼 观众一片笑好 毕竟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 出出茅庐的超级女生了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娱乐圈谁是真有实力 谁又是浑水摸鱼 大家心里都明白得很 当刘德华被问到 为什么不去 殷宗做导师时 他这谦虚的回答让娱乐圈多少人脸上蒙秀 不敢 为什么不敢 我不知道 我怕 我还没到导师的那个 这里是有所耳闻 如果大家喜欢 请订阅留言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